這是一個百萬youtuber開的這個炸雞店 這個東西不對 這個東西不對 這個東西買回家是會生氣的 要老實說嗎 這個外皮呢 我自己覺得 就是 也是不錯 是我啊 那個不懂吃又自以為公道的美食公道婆 就是我了 炸雞嘛 最重要是什麼 味道擺在第一 再來就是外皮跟肉質還有醬料的結合度 最後呢就是CP值 所以呢 我們今天這五個項目都會給出評分 這個Omama呢 就是一個百萬youtuber開的這個炸雞店 好啦 我們的餐點終於來了 這個呢 就是Omama 八塊的分享餐呢 其中呢 有兩隻雞腿 兩個腿塊 四個腿刺 還有三杯飲料 還有兩個特調醬 也就是說呢 因為是我啊 多了一個特調醬 三個醬 一個是 泰式甜辣醬 那一個呢 是媽媽辣醬 那一個是 培肩胡麻醬 先來試一個腿 要老實說嘛 只能說啊 這個肉質 看的出來 水分是夠的吧 它是嫩的 肉質不錯 鹹度其實算是 還可以 但是就是说 如果它原本 原味的味道 就已經帶鹹的話 那灑醬會是怎麼樣呢 我就不知道啦 雖然 肉質不错 但是這個外皮呢 我自己覺得 就是 也是不錯 也是挺好的 這個外皮 這個有通 欸 要那麼大力是不是 我得罪你了嗎 他們走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外皮 外皮好是好在呢 皮上面的脂肪啊不多 所以呢你不太會吃到像是那種 劣質炸劑一樣 就是 它裡面可能還保留一些脂肪啊 或幹嘛的 所以這個皮呢挺薄的 挺脆的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看看這個 看這個就知道了 我覺得它炸的沒有很均勻 就是它裹料的時候裹的不是很均勻 你看這一塊 它就是硬掉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整體外皮 的酥脆感沒有一致 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 我先來試一下他們的媽媽辣醬 這個媽媽辣醬呢 不敢說跟這個炸雞 非常非常的配 但是它的辣醬是屬於有記憶點的 然後會讓你覺得很想要再來舔一口醬 無論你吃不吃雞 你都要舔一口這個醬 先看一下柚子感啦 右眼所見 它的肉應該也算是屬於嫩的 應該是還不錯啦 試一下胡麻醬 胡麻醬我相信大家都吃過 但是炸雞配胡麻醬呢 算是非常創新的 很敢突破 但是我覺得這個醬啊 在他們肌肉比較鹹的狀態下呢 它很難把這個醬融在肌肉裡面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他們這個甜呢 是你入口的時候吃得到的甜 但是到了後面 這個肌肉呢 它的鹹味還是會跑出來 所以導致說先甜後鹹 它不是mix在一起 再來就是雞翅啦各位 這邊也看一下這個雞翅 應該都蠻嫩的啦 再試一下 泰式辣醬 反而我三個醬裡面 我覺得泰式辣醬最順口 酸辣酸辣的 有點可以把他們雞肉裡面 原本的鹹有一點點中和掉 所以我覺得反而泰式辣醬是 比起其他兩個更配他們炸雞原本的味道 這個是雞米花搖搖杯 那裡面呢 就跟這個水牛橙的這個醬汁 配這個波浪薯條 先來 試個雞肉好了 薯條感覺不是重點 這個東西不對 這個東西不對 因為水牛橙的這個醬啊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吃過吧 這個東西應該算是蠻常見的 以美式的食物來說 是很常用的一個醬 那但是呢 這個 水牛橙 可能是台灣的水牛橙 因為它這個是雞米花嘛 雞米花照理來說它是炸完的嘛 炸完然後裹醬 所以外層吃到醬的味道 然後才吃到酥脆的味道 裡面就是雞肉的嫩嘛 那這個是有層次的 但是這個是 毫無層次可言 我覺得醬跟原本薯條還有 雞米花要分開 這個東西 買回家的時候會生氣的 慘啊這個 很慘 有變好吃了 我越吃後面呢 變得越來越好吃 其實它的層次變得比較分明 然後這個味道呢 也慢慢的那個水牛橙有跑出來了 從美國過來了 那我們前面評的是味道嘛 腿跟赤我覺得 原味有一點點偏鹹 所以扣了一點分 可能是給個7分 但是如果它有這麼多醬 可以給你配的話 可以補回去1分 味道可以給個8分 外皮我覺得就真的頂多給個及格 那當然如果你說胸呢 我覺得這個外皮就沒成好評 因為它原本就不是做炸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給個0分也剛好 雞胸的味道呢 這大概是-10分 柚子我覺得它是屬於嫩的 但是不夠多汁 那我這一家應該可以給個9分 其實柚子是真的還不錯啦 雞米花的肉質其實是正常的啦 給個7分 就是整體吃起來 所有外皮肉質味道綜合起來之後 我覺得給個7.5分差不多 那接下來就是雞米花嘛 雞米花就是雞胸肉的意思 這個東西應該是-10分 給0分好了啦 給0分好了啦 不然那個拉太多了 最終以這家歐媽媽整體吃起來的感覺呢 先講一下 就我覺得價格的部分呢 其實跟所有大型連鎖賣炸雞的 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說實話 看得出來就是算蠻用心的 在於說 配醬的這個部分 因為很多炸雞店他們都不配醬 來個胡椒粉就差不多了 對嘛 所以價格是可以接受的 不貴 10分滿分 6.5啦 10分滿分 好了那我們買的品項呢 首先是這個雞腿的 叫做烘炸雞 先說啊這家它是屬於比較貴的 價格呢是480塊 所以是挺狠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配菜這樣子 我們先來試一下這個雞腿 我只能說 這家炸雞呢 你們有吃過的話 應該都會覺得蠻難超越的 因為關鍵是在於它裡面的肉 它裡面的肉 它裡面的肉是真的 完全不像是一般炸雞店會炸出來的那種肉質 它裡面非常水嫩 非常多汁 就是你咬下去呢 整個肌肉的口感是非常非常軟嫩的 它完全不會有任何一點讓你覺得有肉絲感 肉絲感的意思就是 你吃下去會覺得乾柴的那種肉絲感 它比起大部分的連鎖炸雞店 無論是外皮還是肉質呢 它絕對是你們 可能試過之後我會認為說它是最嫩的 除了過以外呢 我真的吃不出來它有什麼缺點 那麼同時呢 它們其實也會附一點點的這個胡椒鹽 讓你可以自己灑 吃吃看灑了胡椒鹽的效果 那個鹹度又在提升 現在灑了胡椒鹽才是它最好吃的樣子 它們這家呢本身就是沒有雞翅的 所以我們也買不到雞翅的品項 測試給大家看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雞胸的部分了 因為它們也沒有賣所謂的雞胸 它們主打呢是腿 所以呢我們硬是跟它買了一個 這種雞米花 它的品名呢叫做 週末鹹酥雞 價格呢是200塊錢 所以其實說白了 這家其實有一點貴 只是說呢它是真的蠻好吃的 這個配菜解個膩 泡菜不敢說很好吃 但是它的味道呢 很像是那個沒那麼甜的 黃金泡菜還是可以接受的 至於這個雞米花呢 說實話 不知道是要配蒜的關係 其實我剛吃的時候我覺得沒什麼味道 鹹酥雞的部分呢 我就覺得不太行 跟原本炸雞香脾起來呢 遜色太多了 歐末炸雞俱樂部呢 它們的腿呢我相信 在柚子上面的表現應該是滿分的啦 在外皮上面呢 我覺得可以再稍微 再酥脆一點點 跟裡面的這個柚子做結合 所以會吃起來比較有層次一點 那味道的話我們點的是原味 所以我們去原汁原味 撒一點胡椒鹽其實就蠻好吃的 味道我覺得也完全沒有問題 那再來就是這個外皮跟柚子 跟味道的結合度呢 我自己吃起來可以給個9分 就是少了 就少那麼一點點外皮的酥脆的程度 最後呢就是給這個雞腿一個總分 我認為呢 9.5分 就是整體吃起來呢 完全不是一個會讓人失望的這個炸雞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們的腿呢 確實是有實力的 整個結合度 在這個鹹酥雞這個部分呢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好的鹹酥雞產品 就是比起外面很多鹹酥雞店賣的 我覺得都差太多了 就是完全沒有那種吃鹹酥雞的感覺 雖然它是我們以雞胸為評分基準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呢 這個鹹酥雞是大概是-5分吧